根据历史我们都知道 1945年二战结束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全球霸主 但是美国是从二战后才实力超过英国的吗 在三十多年前 美国的实力就已经完胜英国了 1913年 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已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 相当于英德法日四国的总和 这个时候美国的生铁产量为3146万吨 钢产量3180万吨 每产量5亿多吨 全部摇距世界首位 接近于英德法三国的总和 不仅如此 1913年美国铁路里程已达38万公里 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欧洲 占全世界铁路总长度的二分之一 上世纪的十到三十年代 美国是真正的基建狂魔 以至于现在过去了一百年 这些基建依然是美国稳定的财富 因为基建的兴起全面带动了冶金 机器制造 机车 森林采阀 建筑材料 钢铁 采矿等行业的希望发达 解决了千万人的就业 当时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 产品遍布全球 对此英国忧心忡忡 美国威胁论是天天挂在嘴边 欧洲非常担心 崛起的美国会为争夺世界领导权 而发起对他们的战争 1914年一战爆发 美国远离战火 四年之后 整个欧洲几乎成为了废墟 所有的国家被战争折磨到了崩溃边缘 6500万人参战 1000多万人产生 2000多万人受伤 美国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性 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参战 在一战中 所有的参战国若想撑得更久一点 或者说想获得最后战争的胜利 唯一的出路就是找美国借钱 美国不仅通过一战 向全球出售军火和装备 将自己的制造业全面升级 带动了美国后来十年的大繁荣 即咆哮年代 更是在191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曾经最强大的欧洲 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了债务国 整个欧洲都欠美国的钱 但是一战结束 美国就回到了美洲 关上大门 争取发展 远离全球政治 所谓的远离全球事务 就是世界风云变化不甘踏的事 美国安心做生意赚钱 真正的闷声发达财 1929年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爆发 所有的国家都在考虑通过向外解决问题 德国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 罗斯福却带领美国再次踏出关键一步 向内挖掘问题 再次成为基建狂魔 扩大就业 全面改善老公福利 做了一个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走出危机的美国 依然对全球事务不闻不问 只管赚钱 罚战争才 给日本卖石油 给德国卖钢铁 那时的美国 妥妥的全球最强大国家 实力秒杀英国 但英国依然是全球霸主 当然 很多人会说 30年代的英国仍然实力最强 因为 第一 英镑依然是世界货币 第二 英国的军舰数量全球最多 军事实力全球最强 但是 1942年 美国给世界上了生动的一刻 让所有人明白 没有工业基础做支撑 其他的所有实力 都是进化水运 在工业化面前 不堪一击 没有制造能力做依托 查英镑马克日元的 都是废纸 1942年 美国开动马力 震惊世界 一年就可以生产飞机4.7万架 坦克3万辆 平均每天生产128架飞机 和82辆坦克 美国一个国家 多妥的单挑全世界 每天从生产线上 开出来的飞机和坦克 就可以装备三个 就可以装备三个美军飞行大队 和一个美军装甲团 阿拉曼战役中 英国损失了500多辆坦克 几乎全线崩溃 美国说 那都不效事 也就是一周左右 给英国补充600辆 坦克 但德国呢 坦克打完了就打完了 在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 盟军出动了上万架飞机 机群到的时候 简直是遮天蔽日 基特勒说 我才剩400架飞机了 二战期间 美国一共造了 147艘航母和准航母 特别是在战争最激烈的1943年 美国批量生产了 50艘大型战舰 差不多每周造一艘准航空母舰 美国的工业能力强大到 干站着不动 德日的资源都打不动它 二战之后的美国 不是一个人单挑全世界的问题了 是开动30%的产能 就能碾压全球 这个时候的美国 面对稀巴烂的世界 开始推动三个世界的建立 美元金融体系 联合国政治体系 世贸经济组织 而美国这个时候出面 要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是要让殖民地独立 否则都是英法的殖民地 美国制造卖给谁去 那个时候的美国 还有罗斯福的一些影响力 知道世界成了废墟 美国也好不了 启动马歇尔计划 把欧洲从废墟中占了起来 1945年的美国霸权实至名归 美国隐忍了30年 这个时候的美国 从来不要虚名 这个战略定力 让美国配得到这个位置 所谓的越南 印度 这些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梯子就想上房接瓦 在美国面前 幼稚的如同孩子 现在的中国 除了没有那么好的地理位置 是不是有点接近 1913年的美国 钢产量占了全球的50% 拥有41个工业大类 191个中类 525个小类 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 工业总产值是美日德的总和 美元是国际货币 是的 但是如果哪天 美国打的不是伊拉克伊朗 只要真的摊上市 比如和俄罗斯干起来 全球还有谁会缺心眼 去买美国的债券 但是中国的心态 没有任何变化 1974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你以为是因为1974年 我们国力太弱 今天中国依然坚定的强调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你以为是中国谦虚 在很多国际场合 中国仿佛就是认同美国的全球秩序 而且一再强调 永远不干涉他国内政 我们的外交 更多是在防御而非进攻 我们的领导人关心的 永远是国内民生的事情 不称霸是看懂了全球历史后 充满大智慧最真诚的回答 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希望中国当头 这个头千万不能当 我们永远不当头 因为一当就坏了 现在可不是第三世界国家 希望中国当头 德国法国都希望中国出头 要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傻叉 欧洲天天被美国抢劫 企业被美国制裁 难道他们真的是受虐狂 他们做梦都想中国站出来 和美国争一争 如果有这一天 中国说要和美国一较高下 俄罗斯必然欢天喜地 普京开香槟庆祝 而且必然在明面上支持我们 李委员长知道 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还开心 可我们很希望美国一直做霸主 到了一天美国都已经崩溃了 德国都要分家了 我们会很真诚的对法国说 这个事情问我干嘛 问美国嘛他才是大哥 不称霸是基本国策 所有想做霸主的国家都一定会崩溃 谁都逃不出这个规律 有这样的心态 做了霸主崩溃也是时间的问题 二战前夕 面对希特勒争霸的野心 英国愚蠢地想要祸水东野 让苏联和德国打一架 自己笑着看热闹 斯大林和希特勒说 你当我们是傻叉吗 于是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对丘切尔说 希望停战 只要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的势力 德国就和英国做朋友 按照英国玩了一千年的套路 承认德国的霸选是最好的选择 让德国和苏联干 自己在后面坐收羽翁之力 或者先等苏联和德国打起来 自己再来做选择 因为按照美国的德行 必然不可能让德国无限的做大 但是邱胖子死活不干 非要和德国一较长短 那邱胖子是为了正义吗 还是为犹太人打抱不平 可算了吧 希特勒虽然是个恶魔 但是和英国人做的几百年的捏比起来 干净的和触男一样 于是英国不惜被德国炸成废墟 也要和德国干 不仅如此 邱胖子把英国的纽芬兰 百慕大 巴哈马群岛 雅买江 安提瓜 圣卢西亚 特里尼达 英属归亚纳等地八个核心海空军基地 租借给了美国 时间是99年 从此英国国运不在 再难回头 英国没有忍住 所以英国衰落了 希特勒也没有忍住 英国这个葫芦还没有按下 就急哄哄的去搞苏联 所以希特勒完蛋了 美国忍到最后 一直到苏德决战的前夜 到了莫斯科会战才参战 所以笑到了最后 二战后 美国认为 欧洲烂 世界烂 美国也好不了 这和罗斯福的想法一样 为啥要给工人阶级权利和福利 因为资产阶级 把无产阶级都干死了 还怎么剥削去 无产阶级有钱 资产阶级才能更有钱 但是到了今天 美国的衰落已经成为了必然 美国认为 只有让世界变得比美国烂 美国才能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衰落始于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 世界尚有两极 美国熏星作态也好 装模作样也好 需要向世界展示文明灯塔的样子 要告诉全球 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 切割瓦拉这句话充满智慧 我们走后 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 会提高你们的工资 是因为我们来过 虽然美国是作秀 但总比不作秀好 从大萧条后 到苏联解体前 那个时候的美国工人 确实是幸福的一代人 也就是特朗普对美国人说的 美国最伟大时刻 美国一个人上班 可以养活一家子人 一套大房子一辆车 两个孩子一条狗 出国旅游是日常 上班不满意就罢工 80年代初期 非洲很多国家的GDP排名 比现在高多了 因为美苏比赛式的对非洲好 埃及要独立 要收回苏伊士运河 美苏赶紧表态 支持埃及 反对英国殖民主义 虽然整体来说 两国在非洲也都憋着坏心 掩饰不住的野心 都在私下里扶持过独裁政府 支持过政变 但美国的确是真金白银的 给非洲给了支持 而不敢像今天这样 捆绑一堆政治条件 同样的 如果是在美苏争霸时期 美国绝对不敢在伊拉克 或者阿富汗留个烂摊子闪人 就是告诉全世界 我那一套是红鬼的 根本行不通 美国也必然不敢 乱以前发国债 结果现在可好 连作秀都不做了 工人阶级和黑叔叔的死活 再也不管了 疫情来了 直接让人民死圆点 因为苏联一走 美国拔尽四顾 再无敌手 开始放飞自我了 吃相越来越难看 通完利益 连嘴巴都不抹干净了 一步步向诸子的道路上狂奔 再也不需要顾及一刹文明灯塔的形象 那一样的 诸联为什么解体 如果贪子不扑那么大 如果不是非要和美国一较高下 诸子和美国搞军备竞争 苏联不说做个强国 能在91年就成不下去了吗 1979年 对越自为反击战打响 苏联自己都还在泥潭里面 自己的经济一塌糊涂 美国操控能源价格 让苏联的外汇收益血崩 但苏联还是顾头不顾定的 给越南给援助 明知道给了也没用 为啥还要给 因为要面子 要照顾自己的盟友 要向世界证明 自己和美国都属于超级大国 这个霸主之名就给他好了 80年代末 苏联大财军开始 我们开始放心发展经济 但是万没想到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直接放弃向美国投降了 如果苏联再扛十年 未来简直无限美好 但对美国来说 现在很是憋屈 想搞中国 可是美权都打在棉花上 因为我们与世无争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到所有文件 他们会指责美国的各种暴行 但从来没有质疑过美国的地位 希望你霸主永远坐下去 美国抓耳挠塞 下手也没地方下 找中国做基尔 想搞联盟 说天下英雄 唯是居于小梅尔 你我共治如何 我们心里笑开了花 你那套 我们快两千年前就玩过了 我们诚惶诚恐 哪里哪里 说这话 折煞我眼 你才是老大 你永远是老大 看看每天的新闻 美国总统除了美国的心不操 操了全世界的心 我们的领导人 每天在跑农村 走访贫困户 忙服品 在想办法发展经济 搞活经济 两边对比 中国凭什么不越来越强大 云州种植基地 红四宝福音工厂 黎树县玉米地 海拔2400多米的 定西市蔚原县远古堆村 海拔1900米的 临下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布冷沟村 静原县 大湾乡 阳岭村 青海省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武石镇班宴村 2020年 我们的领导人 足迹并不打江南北 这个时候 美国再操香港的心 再操伊朗的心 就是不管美国人的死活 什么是强 什么是弱 18世纪的时候 英国已经是全球霸主 但英国血汗工厂 让全球的资本主义汗颜 小朋友从8岁开始做铜工 矿炒和纺织厂 争先恐后的雇佣同工 这样的霸主 要他何用 你认为中国是在等待时机 最终称雄 不 从100年前到今天 从救亡图存 到为了14亿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党的终极使命 初心从未改变 有这样的祖国 凭什么不自豪 天下霸却 与我何干 就算GDP超过了美国 人民不能幸福的生活 要那个老狮子虚名做啥 能当饭吃吗 我们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但当然 谁要敢来惹我们 就会付出他承担不起的代价 我经常喜欢听一些学者的讲座 有些学者 可能因为我天天听 因为他们的内容有瑕疵 或者说不全面 或者说是我没有领悟透 还需要深入学习 但我依然视他为偶像 因为他们所有的出发点 和我党一致 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 为了14亿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们也研究中美关系 但是他们的出发点 是为了更关注人民和新农村 他们说 美国要当霸主 就让他去当 如果这个GDP 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 我们要这个GDP 有什么用 我们所说的一切 终极目标 从来不是为了打败美国 但是有的学者 理论看似高深 最后的人设 却一定崩塌 不是因为住在美国反美国 也不是因为是美国人他爹 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女儿亲美 而是他所有的目标 长期混淆视听 都在研究 所谓的中美博弈 怎么获胜 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如果美国逼迫中国 改善劳工环境 我们将很麻烦 上海2000块 就比美国3000美元 过得舒服 他们不可能有我党 那么宽阔的胸襟 是为了14亿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人比原来 唱帅中国的公知更可怕 他们吹的 就是现在美国所希望的 所谓冠冕堂皇的话 却让人们听出了人渣的味道 其心不正 其行必现 我党为国为民 为了民族复兴 唯独没想过 做世界霸主 人民也不需要 做世界霸主 美国曾经强大过 一战之后 作为全球最大战权国的 美国总统威尔逊 到欧洲开会 欧洲人对美国百般奚落 当然不会承认美国的地位 所有的欧洲媒体 对美国各种嘲讽 将美国说的 和愚蠢的爆发户一样 但是 那时的美国 是有战略定义的 根本不打理欧洲人 怎么说自己 他们有强大的信心 远离欧洲政治事务 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今天 灯塔暗淡到几乎熄灭 因为想做霸主很累 想维持霸主地位 更累 当然 我们希望美国做霸主 一直做下去 做到加州独立那一天 我们如何向中国学习 第一点 你要悄悄地拔尖 然后惊艳全世界 那么第二点就是 永远将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能打败自己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还有 永远不要忘记 自己的初心 使命和终极目标 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 我们不需要干掉美国 因为美国会被美国干掉